什么是菩萨呢 菩萨就是菩提萨夺 所以这里就分开 什么是菩提 什么是萨夺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有三种菩提 阿罗汉菩提 必知佛菩提 还有佛菩提 就三种菩提 或许有人会问 菩萨为什么没有菩萨菩提 底下就会回答 所谓菩提者是无学 针对无学的圣者才有菩提 菩萨他是上求菩提 上求佛道的这个阶段 他那个勤心 精勤勇猛的心 还没止息 这个时候不称为菩提 要无学位才有菩提 无学智慧 清静无过故 名为菩提 菩萨虽有大智慧 出烦恼习还没有断尽 不名为菩提 虽然说有三种菩提 这里所说的菩萨 到底是哪一种菩提呢 始终只有说是佛菩提 所以菩萨他追求的是佛的无上菩提 那什么是萨躲 萨躲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众生 一个是大心 众生 就是众生为无上菩提 为无上到故 把大心来修行 这样的众生 为了无上到来发心的众生 就是菩萨 在什么是萨躲 第二个解说 大心 有行者发大心 求无上菩提 而未得 如果以得的话 那是佛菩提 那未得 他那个勇猛的精勤的心 还持续不断 那在这个阶段 就叫菩萨 这就是菩提萨躲 佛已经得菩提了 不名为菩提萨躲 大心满足顾 另外菩萨其他的意思 如先广说 比如说卷士 还有卷士士 那边很多地方都有提到 如角柱 大家可以参照 意思引经说 佛始终自说因缘 行者为佛道故修行 不是上求佛道就好 他还要怎么样呢 知一切诸法相 什么是五约 什么是十八空 什么是一切诸道总志等等 除了知一切诸法相 以外还要不执着 诸法相者 可以知诸法门 了解这是色 这是生等等 略说菩萨意 先知诸法各个相 如地间相 水师相等等 然后知地境空相 这就要很重要 在中观的立场 它是先分别诸法相 后说必尽空 阿比达摩的话 它是不一样 阿比达摩它就是非常注重分析 分别种种法相 但是最后说 这设法是石油 心法是石油 心说法是石油 但是也不能一开始就 就混淆在一起 到底什么是设法 什么心法 那个别的作用 弄不清楚 就以为 这一切都是空 这个又落入一边 或者说 离界法来说空 这个也不对 要急设是空 所以以中道的立场 它是先分别诸法相 后说必尽空 于此二种智慧中 也不执着 善欲度众生 两种智慧 就是分别诸法相 还有必尽空相 所以个别个别的 相它很清楚 比如什么 像心所法各种不同的相 哪个是善的 哪个是恶的 哪个是无忌的 这些它也很清楚 那怎么断恶修善 它又了解 这一一法都是毕尽空 又不执着 能够知诸法相 又知毕尽空 这样又不执着 才是菩萨 再一次 这一步就会 有什么人 得有什么人 你也不执着 再来 不执着 这一步就会 有什么人 就不执着 不执着 不执着